蔡壁如委員如果你不知道 你覺得那個德明財經科大 給你的那個email字太少 其實我覺得還太多 300多個字太多了 兩個字就好 抄襲 就抄襲嘛 這需要理由嗎 就是抄襲 除非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那個論文不是你寫的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 哪邊有抄哪邊沒抄 這也是有可能喔 對啊 所以你如果是自己寫的 你當然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好我們繼續來看 這個是蔡壁如 碩士協會被撤銷 蔡壁如說如果做的不好 願意辭立委 怎麼樣做的好做的不好 我也搞不懂 蔡壁如說校方發給他的 學術倫理審定結果 電子郵件只有314個字 發給媒體新聞稿845個字 他至今沒有收到 德明科大的完整報告 呼籲校方公開 而他也將依法提出救濟申請 那柯文哲是說等到看到 詳細的審查說明書再來回應 我現在什麼都不知道 無法回答 可是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林志堅的論文案的時候 台大學論會還沒做出決議 只是有人講 指出說你哪裡有抄襲的時候 他們兩個可不是這樣子 直接就先斬後奏了 誠實很難嗎 直接為審先判 對好 那這個蔡壁安是怎麼說呢 他說相信柯文哲會明快處理 蔡壁安你那時候不是這樣 對林志堅的 蔡壁安說相信柯文哲 跟民眾黨會有一個明快的處理 那媒體問得民財經科大 撤銷蔡壁如碩士學位 外傳是否有政治考量或手段 蔡壁安是說呢 尊重得民科大 學術自主跟審查結果 也尊重蔡壁如對自己的權利去爭取 這句話就相對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永鴻你怎麼看 你要不要告訴蔡壁如 她的論文出了什麼問題 蔡壁如自己的論文 她可能自己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她才會說她什麼從小 就什麼透過網路在學習這個 這個寫語言程式 那個時候根本連網路都沒有 我先跟各位講 就是自從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昨天新聞出來之後 事實上蔡壁如平常的那個臉書 事實上她看的人並不多 對沒錯 有時候才才一兩百 有時候還不到一百 結果呢 她昨天新聞出來的時候 她昨天她今天早上直播 在她昨天新聞出來的這個 就是說被撤銷學位的這個新聞出來之後 哇她臉書有2.2K 到目前為止 2.2K的人在看 那在下面留言喔 但是留言有什麼 她昨天的那一則 她寫的是在批評陳時中的高端政策 所以她下面留言都在說 奇怪那你論文要不要先說清楚 你這時候不講論文的事情 你去批評人家高端什麼 全部都湧進去在罵她 今天她直播我剛看了一下喔 到目前為止有6.8K啦 就有大概6800多個在觀看 但是有這個2000多個留言 目前是1000多個留言 其實留言都湧進去在說什麼 說她在說謊 留言進去大部分都在講什麼 都在用她過去所講的話 說陳時有很難嗎 她那時候還說什麼呢 她那時候還呼籲蔡英文說 蔡英文應該要向所有的學子道歉 那我就不知道現在是你 蔡壁如要跟所有的學子道歉 還是柯文哲要去跟所有的學子道歉 事實上她的論文我們已經 很多節目大家都討論過 我就不再贅述 抄襲就是抄襲 抄襲沒有關係 但是抄襲這個回力標 我實在不太懂 一個自己在抄襲的人 他在罵別人的時候 可以罵得這麼憶正言辭 然後回過頭來 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突然她說我還沒有收到 學輪會的東西 但當初林志堅 也沒收到學輪會的東西 坦白講 更何況我覺得那個標準 實在是太雙標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也讓我覺得說 台灣的政治 這個高等教育是不是 現在很多人在說 台灣大學 你是不是不如得名的專業 因為台大是最荒腔走板 是台灣大學 至於馮甲大學 坦白講 許淑華論 馮甲大學我不敢說 因為我沒唸過 人家說你又到時候說 批評人家學校 但台大我可以批評 台大當初 我們就用這個 當初台大還叫校長出來 一起開記者會 對 沒錯 對不對 這是多麼誇張的事情 你連教授升等 都不會有校長到 為什麼要取消一個碩士的學位 到目前為止 世間大學 台大 中華 馮甲 跟德明 財經科大 只有台大開記者會 沒有人開記者會 那不是政治 什麼才叫政治 如果今天包括 這個蔣萬安 謝國良這些人 他們不管是 你是戰鄉高侯安 還是戰鄉 蔡碧如 我都覺得好奇怪 那你們對於當初 林志堅所受到的對待 怎麼完全不一樣 我們所有的朋友 都是一樣的 我們一樣把那個論文 拿出來比對完 裡面一個一個看 同樣還有一間學校 是什麼 馮甲大學 目前最獨特是馮甲大學 馮甲大學 針對許淑華的這個論文 抄襲案的狀況 也是匪夷所思 他就是抄襲 抄襲誰呢 抄襲他們 這個在南童公所裡面的 這個公務員 叫做謝百傑的論文 那抄襲也知道了 結果呢 馮甲大學的判定是說 他學位保留 但是卻有不當引述 所以卻有瑕疵 那怎麼辦呢 叫他補證 我不知道 如果說都畢業了 學位都授予了 還經過口試 論文是要口試 口試不是你有指導教授而已 你還要至少三個 Community就是要口試委員 那口試委員都過了 過了就過了就是好了嘛 認可 如果又認為說你有瑕疵 那奇怪還可以補考 論文可以這樣子嗎 我後來想到周星馳所講的一句話 就是說他的論文 我根本就認為就是抄襲 就是馮甲大學學人會的組成有問題 跟台灣大學一樣 只是做出不同的嘛 台灣大學我覺得學人會就是有問題 就是校長的黑手進去 去處理林志堅 那同樣的 如果用馮甲大學的這個標準 那林志堅應該是有瑕疵 叫他補證就好了嘛 更換有瑕疵也不知道到底是林志堅 還是另外一個 但他們直接判定林志堅 那我就講說 這事情為什麼 馮甲大學第一個 大家看他們董事結構就好了 但我不是說這間學校不好 學生都非常好 但是你的學輪會組成 有沒有政治力在裡面 我覺得有國民黨政治力在裡面 第二個 你現在怎麼處理呢 你說那個被抄襲的人 要不要去告呢 很難啊 用一句周星馳的話 被抄襲的這個叫謝百傑 這個是南投的公務員 然後呢 這個著作權所有是南投市公所 又是許淑華他們家的 然後馮甲大學呢 又是我講他那個學輪會的組成 名單要公布啊 套一句周星馳的話說 這個求援 求憑 求證 都是我的人 我當然不會被判抄襲啊 我當然不會被取消學位啊 我還大喇喇說 感謝還我清白 我的天啊 我覺得要嘛就是這樣喔 因為裴慧也是寫過論文的人 對 許淑華你就跟蔡裴慧我呼籲 你還你清白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來 你們兩個辯論一場 我相信你賠慧的能力 他可以把你許淑華 連你裡面引用的參考書目 他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直接辯論大家都知道誰有料誰沒料 我不覺得學歷代表一切 但是你不能說謊 尤其不能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說謊嘛 所以我覺得看到 這兩個例子讓我覺得非常的難過啦 就是對於我們的這個學校的這些組成的結構 一個是當初一直批評林志堅 然後這個蔡壁如的這個主席柯文哲 還說這個很Ugly 然後到現在一句話都不講 沒有用同樣的標準來自我檢視 一個是抄襲了 在這樣子的共犯結構下竟然過了 如果他逢甲大學對於許淑華所用的標準是可以的 那我就要請問那為什麼對於林志堅不行 不過我在這邊我因為順著永宏的話講 我呼籲教育部你不要再睡了啦 大學自主跟學術自由我百分之百捍衛 可是大學自主跟學術自由不代表 你可以做出同樣的情況做出跟別人不一樣的判斷 這個就像我們常常講說司法獨立審判 可是一樣的情況兩個法官一個判死刑一個判無罪 你覺得這難道沒有問題嗎 這一次德明財經科大他用了一個標準我覺得蠻有意思 教育部可以參考以後乾脆變成全國統一的標準 叫做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定出來對於抄襲的定義是什麼 他的定義非常的精確非常的精確 所以我覺得教育部也許選前你們大概沒時間處理 可是選後甚至我覺得立法院的教委委員會 應該把部長跟高教師長叫來問說到底 學人會獨立運作獨立判斷 可是學人會判斷的標準是不是全國一致的 台灣不能一國兩制啊 怎麼會有同樣的情況 如果就我們的了解 許素花那個抄襲的問題 比林志堅甚至也比蔡壁如嚴重 可是為什麼許素花可以補證 其他人都沒有機會補證 我好像不小心幫蔡壁如講話 就是說逢甲大學你建立了一個很特別的標準 這是全世界大概絕無僅有的標準 不過永鴻因為你在台中你比較了解南投 比較近 今天的民調 亞太基因交流協會民調 這個支持度我看到有點意外 許素花37.3 蔡培惠32.3 兩個人只差5% 5%其實一來一回就是2.5%很近 然後最有趣的是這一題 國民黨在南投縣執政17年 有人說應該給蔡培惠一次機會 換民進黨做看看 請問你同不同意 非常同意20% 有點同意28.6%加起來48.6% 將近一半的人非常同意 或是同意 其實還有一個 我們今天CG沒有做出來 就是南投縣人口最多的幾個地方 南投是普里鎮跟草屯鎮 人口最多的地方 竟然都是蔡培惠領先 而且許素花當過南投市長 所以你怎麼看 跟他的論文那一陣子 整個風波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跟論文有關係 我覺得也跟最近 就是整個許素花的團隊 包括南投縣政府的問題 就是說許素花團隊 不是在講嗎 那個對不起 許素花的團隊 他的競選總幹事 去要了這個蔡培惠的車牌號 副主委應該是 對副主委 然後還發簡訊 要他們的人說 看看那天造勢活動 去了那個車子的車號 這多可怕 表示我要進這條路 我要去參加這個造勢活動 我就會被拍照跟奸 選舉要選成這麼恐怖恐嚇嗎 那我覺得這個是對南投 憲民有影響 事實上我看到這民調 我也相當的驚訝 為什麼 事實上包括 就是說我們自己 一般客觀認定 覺得比較困難的選區 比方說新北 比方說台中 比方說南投 尤其像南投這種 他有形成一個什麼 叫沉默螺旋 就大家都不敢講 為什麼不敢講 而且民調打來 他們會很害怕 不知道是不是你是打來調查的 不敢講 尤其南投那個是有黑道的 你就看那個副主委 就是以前就會打人的人 所以大家都很害怕 而且還打到新北市議員 對啊 你連車號都要被記的這種 大家會很害怕 所以會這樣民調做出來 差距這麼小 我相信實際上的狀況 一定是比這更好 我跟大家講 這怎麼看 剛剛那個煌哥 已經跟大家報告過這個數字 我來講 第一個 最重要是什麼呢 你看這個差 不要看 不只看蔡培會 跟這個許淑華之間的差距 不到5個百分點 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48.7 就是你非常同意 跟有點同意說 國民黨執政太久 要給蔡培會一個機會 將近五成 而這五成 並沒有全部轉到 蔡培會的身上 中間大概還差了 16.41個百分點 所以這16.41我覺得 是什麼 就是有一部分人 他已經勇敢的講說 我覺得要換掉了 可是他還不敢表態說 我要投給蔡培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數字一定 就是說蔡培會支持度 一定是大於許淑華的 就照這個數字來看 那麼許淑華你看 不同意的人 不同意 就是說不同意 就覺得說沒關係 我讓國民黨繼續做也沒關係 不一定要換給蔡培會的 是28.8 比這個許淑華拿了37.3 還少了將近10個百分點 9.1個百分點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 我不敢講 我不敢講說要換掉 我不敢講說要換掉 包括不敢表態的人 沒有意見的人 其實都這樣 他不敢講 所以你把那個票數加上去 就是現在許淑華的 所以換句話說這樣看起來是 難怪許淑華最近這麼急 就他們的動作很多 很頻繁 因為他們的狀況真的是不好 那這確實也讓我壓抑 因為蔡培會就是 他的選舉模式就是 因為他整個系統都是 整個國民黨系統 都是許淑華他們家族的系統 然後背後又是黑道的勢力 所以他就是一步一腳印 那時候我們還在想說 這樣子的方式 到底有沒有辦法去突破 看起來是有的 南投鄉親已經感動到了 南投鄉親也覺悟到了 而在這種恐怖的氛圍 跟沉默螺旋的效應之下 還能夠拿到 跟許淑華差不多 只差五個百分點 我相信南投是有機會翻轉 我也覺得 許淑華真的是急了 包括了論文的問題 包括最近大家 大家對於許淑華 曾經投資過八大行業 在八大去做會計 他們家的黑道的背景問題 我相信南投鄉親 心裡都是有數的 其實這個民調還有問一個 就是在高投票意願的情況下 其實蔡培會是領先的 那在南投選舉很累 因為南投真的太大 可能很多我們線上觀眾朋友 都不知道 南投縣的人愛鄉 一個鄉的面積就比彰化縣還大 你就知道 那個可是人口完全不成比例啊 都外移了 對所以那個選舉在南投真的是很辛苦的 然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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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